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5月10号 今天中国副总理刘鹤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谈判 已经打到回复了 他可以说是屈辱的来屈辱的去 空手挨归 什么都没捞招 反而碰了一鼻子灰 反而碰了美国给他打了好几个耳光 昨天深夜 他美国的中安税正式的实行 价值2000亿的中国商品 正说25%的关税 已经开始实行了 另外的价值3250亿的中国商品 将在未来四周内实行 这样的话 所有的中国商品都要加征25%的关税 那刘鹤这次来本来想阻止加关税 但是不仅没有阻止 而且几乎所有的中国商品都要加征灌税 可以说他是什么工作都没有完成 什么任务都没有完成 他是非常的狼狈的 当然比他更狼狈的 是他背后的主子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是这次谈判破裂的罪亏后手 南华早报就有这个报道 但南华早报他是马云控制的 也可以说是党的一个和舍 他为什么发表那篇文章 指出所有的责任是习近平 习近平自己派了宣布说 所有的责任我承担 可见南华早报实际上 把矛头已经指向了习近平 是习近平的顽固不化 一意孤行 导致了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党内 尤其是高层还有一些元老 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 已经暴露了出来 南华早报的那篇报道 就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这次美国加征关税 不仅对中国的经济 有很大的影响 对政治的影响 那也是非常的剧烈 那么今天在中国发生 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自从退休之后 一直低调没露面的温家宝总理 居然露面了 而且人民对他好像是很欢迎 因为温家宝起码在嘴上 还说过一些普世价值 有人说他是影帝 但现在的习近平 连影帝都不愿意做 嘴上都不愿意说 公平 公正 人权 民主 这些词嘴上都不说的 温家宝还嘴上能说一点 所以人民有些人还怀念他 而且温家宝是非常反感文革的 当时薄熙来的时候 在最后那一刻 两会开会的时候 就是温家宝发言 定了调 说薄熙来就是要复辟文革 对这样的人要严惩不淡 可能同时就把薄熙来给抓起来了 所以温家宝就跟前段时间 出来的江泽民和曾庆红一样 他们的高调路面 实际上暗示着中共高层的某种斗争 尤其是这个贸易战 加剧之后引发的高层的政治裂变 就在他们的高调路面当中 吐现了出来 好 我们先看这段视频 温家宝的高调路面 说明了袁老邦确实对习近平不满 而且温家宝露面的日子正好就是 美国加征关税正式实行的这一天 5月10号 所以袁老邦呢 现在他们要出来说话了 因为目前习近平的这个班子 已经就像铁桶一样 水泼不进去 插不进去 完全听习近平的话 只有那些元老们 出来做一些政治方面的暗示 也许还能改变习近平的一些想法 就像前段时间的江泽民出来 江泽民这个人呢 有一点还是比较可爱 就是他比较亲美 他自己说他就是个亲美派 他时不时还笨几句英文 还有这个学习老外这个跳舞啊 等等的一些时尚 所以说他还是一个内心里啊 还是亲西方的 当然他还是利用这个西方 这样一种观点 而且呢 江泽民心里非常清楚 美国就是世界的老大 你尊重美国的秩序 你就能得下利益 你如果反对美国主导的利益 那你肯定到处碰壁的 所以江泽民时代啊 就是一头扎进世贸组织 然后表面上对美国非常的顺从 尤其反恐战争呢 江泽民跟这个 当时的美国总统 紧密的合作啊 那个时候中国确实得到了最大的一个利益 那曾庆红更不用说了 这个政治上的老油条 他非常明白 在这个国际秩序当中 美国还是老大 你中国呢 不应该风漫壁露 邓小平的韬光影会还是对的 而且在这个对外开放等等方面 跟世界上的主要的这些文化逐渐的接轨啊 也是他们符合一些人的利益的 这些人呢可以说是党内的一些亲美派 那么温家宝呢 也不用说了啊 这个家伙呢 起码嘴上还说一些公平公义人权民主自由这些词 他在胡温的时代 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的低调 非常的闷声发大财的一个时代 就是靠着美国的这个秩序 然后自己呢 闹自己的腰包 虽然他们都是贪腐分子 尤其是这个文化宝 他们整个家族贪腐非常厉害 但是呢 他们起码不跟美国作对 起码呢 他们在这个领导方式上 还是一种集体领导 不搞习近平这样的独裁 其实那时候确实这个宗教方面 还稍微有一点自由 在那个时代 我主要是在中国传道 我有深刻的体验 尤其是浙江温州那一带 你到那个地方就感觉到国外了一样 就是基督教的这种福音工作 非常的自由 但现在呢 这种情况就一去不返 所以在胡温那个时代呢 整体上来说 还是起码在表面上 还是比较亲美 胡锦涛还搞了一个片子 叫大国崛起 就讲西方这些国家是怎么崛起的 里面特别谈到了这个民主制度 宪政啊这些 你就看到那个时候 还是比较开明 所以呢 当然这个开明是相对于现在的习近平 习近平 现在是倒行逆势啊 一意固形 在整个政治文化上 向文化大革命迈进 学习毛泽东 跟美国挑战 锋芒毕露 不仅经济上挑战 政治上挑战 地缘政治上挑战 故意去这个下折腾 胡锦涛时代 胡温时代提了一个什么 不折腾 他们没搞过什么运动 而且跟美国也不对抗 所以呢 习近平的这种倒行逆势啊 已经很明显的引起这个 元老邦的不满 那么元老邦呢 他在现行体制里面 也有一些人 这些人呢 如果受这些元老邦的受益的话 那发动新的一个 对习近平的政变 或者对他的一种反对的潮流 那完全有可能 因为目前的这个状况下 习近平的日子是非常难了 他这个人呢 我们知道 一意固形到今天呢 他已经到了一个极点 因为自从美国说 要加征这个关税已经施行 然后马上要把所有中国商品 要加征关税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 那再也承受不了 那经济的这种恶果呢 人们肯定会造一个责任人 既然习近平你说 所有的责任你承担 那大家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官员们 现行的官员不能追究 那元老们要追究你的责任 你在各个方面 走这个回头路 走文革这条路 这完全是不符合 党内开明派 党内亲美派的这个意思的 那说不定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 逼迫他下台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们知道习近平呢 已经说出话来 在中美贸易战上呢 如果美国一意固形 要继续加征关税 那我们要有反制的措施 但是这个反制措施呢 实际上是 目前来说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因为加征关税的话 你每年 美国向中国进口的 只有1200多亿 已经运掉了1100多亿 你已经没弹药了 第一个500亿 后来的600亿 已经运掉了1100亿了 你在加征美国的产品的关税 你连美国的产品 要加征的产品都没有啊 没弹药啊 还有这个外汇出备的事情 你要买美债的话 美债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工具 你要把美债抛售的话 很多国家都要这个美债 你把美债抛售了 吃亏的是你自己 他敢抛售美债吗 还有人民币贬值 贬值可能一时半时会促进这个出口 但是贬值了之后 你外汇啊 马上的就要流出这个国家 然后人们呢 所有的这些资产呢 也是逃离这个国家 通货膨胀啊 经济危机 紧接着就会接冲而来 所以你敢把人民币继续贬值吗 所以说习近平这个人 就是嘴上非常的硬 愁愁满志 志大才输啊 所以说他引发了这么一串的这个祸患 他说自己责任承担 那这些恶果的责任呢 你真的照应的话 你来承担吧 你承担的结果就是你的下台 习近平呢 现在架在两派之中 一派就是有强烈民族主义的保守派 另一派呢 就是这些 还有开明思想的亲密派 也可以说是反文革派 他架在中间 他目前依靠的就是这个民族主义的保守派 路透社有一个报道 为什么在最后一刻 中国把所有的协议都给撕毁了 违背了十几个承诺 就是上周末发生的这个事情 原因是什么 原因大家不想挨知啊 因为最终谁有权利把这个协议撕毁 承诺改变呢 唯有习近平 所以说肯定是他在最后一刻 把这个协议给撕毁的 撕毁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对法律的承诺 就是中国要改变法律 来满足美国的要求 但是中国的官员 就给美国的官员 或者是一个媒体 做了这个透露 就是为什么中国 最后把修改法律的给撕毁了 主要的是他们担心 影响领导者的地位 意思就是说 我答应美国的要求 我修改了本国的法律 制定了新的法律 来满足你美国的要求 这不是太丢人吗 这不是有所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忠言吗 所以呢 保守派绝对不希望习近平改法律 绝对不希望习近平在美国前面 做这个妥协 那当然我们看到开明派又出来了 这些也不算开明派 就算亲民派一个一个都出现 给他更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说他现在是左右为难呢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他终于尝到了自己胆大 妄为一一孤行的后果 这个后果必须要他来承担 所以中国现在政治形势 非常的剧烈了 相信这个中美贸易政呢 现在一加灌税之后 那中国高层的变动 就会越来越剧烈 政变革命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中国目前的路啊 或者是通过这个政变 换领导人政体接着改变 另外呢 可能习近平在政变过程中 他还是地位比较稳固 然后呢 他强化他的军事力量 进行大规模的 可能侵略台湾啊 或者是跟美国对抗啊 最后 美国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 在军事上打败他 目前来看 只有这两种结局 所以习近平呢 他现在已经一条路走到黑了 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我们拭目以待 很快就有一个最糟糕的结果 在等待他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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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